MING PAO TORROW CYING PAO TORROW CYING PAO TORROW CYING PAO TORROW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墾丁國家公園解說員黃毅成 歡迎各位來到貓鼻頭公園 那各位會納悶 為什麼這個地名叫貓鼻頭 現在讓我引導各位 我們一起去尋找那頭貓 以及欣賞我們貓壁頭公園的大自然奇景 請跟我來 當我們來到這裡 會發現到這裡有一個缺口 每年的9月到隔年3月4月 恆春半島會吹起強烈的東北季風 當地居民就稱它為洛山風 當洛山風往這邊吹息之下 經過這個風口 它會產生管狀效應 所以遊客來到這裡 常常會站立不穩 能夠充分體驗到大自然風的威力 在強烈的東北季風吹起之下 導致我後面的這一片零頭樹叢 無法正常的長高 而且持續的往西南方向傾斜撐長 就好像被風修剪過的植物一樣 這種我們就稱它為風減樹 可是当我們走到上面山湖礁的被風面 各位就感受不到風的威力了 本區早期有一條海濱步道 可供遊客飽覽海邊風光 可是因為步道距離海岸線太慶 所以在海上不佳或者是颱風季節 常會有巨浪拍倒到步道上來 在民國76年 屏東水利國小進行戶外教學 很不幸的有九位學統 就在海邊步道遭巨浪撿走 那本柱為了避免再度發生意外 所以公佈封閉海邊步道 以及設立了禁止進入的排斥 所以我們希望來到貓比多公園旅遊的遊客 能夠遵守配合本處的規定 本區的沿程原則上是由珊瑚礁所構成 而這些珊瑚礁 其中又以石珊瑚為最大宗 所以石珊瑚我們又稱它為造礁珊瑚 那各位可能會覺得納悶 為什麼在珊瑚礁上面 我們看不到比較完整的珊瑚蟲屍體化石 最主要是因為它在海底 這些鬆散的生物遺骸沉積岩 因為受到沉沉的堆積擠壓 把它的屍體整個給壓碎掉 然後再經過高溫高壓的影響 使它的碳酸塊又重新交結 最後產生再結晶作用 造成目前我們所看到這麼堅硬的沉積岩 然而從鬆散的沉積岩 變成堅硬的沉積岩當中 它會產生天然的破裂面 而這個破裂面我們就稱為結理 而這種結理很容易受到外力的影響 譬如像地震 或者是海浪的拍打侵蝕 或者是雨水的切割滲透 使它結理崩裂 讓這些珊瑚礁塊體 紛紛的往外海崩落 這種景觀我們就稱它為崩崖景觀 各位遊客我們的重頭器來了 那貓皮頭公園的貓到底在哪裡 麻煩各位請跟著我 這是我們的解說板 假設這裡是貓皮頭的貓 這是它的頭部稍微往上揚 後面有兩隻小耳朵 中間是它的身體 最後拱起來是它的尾巴 那我們由這個方位往那邊看 我們貓皮頭的那一頭貓 就是藏在這裡 貓皮頭的海岸 是一個典型的珊瑚礁海岸侵蝕地形 因為受到海浪的破壞 所以造成了像海石溝 海石浮穴 海石膠柱等自然景觀 那這些海石溝 我們由高處往下望 它好像女孩子穿著百褶裙 所以我們這種海岸線 我們就稱它為群狀珊瑚礁 群礁海岸 環繞台灣有三個海 也就是台灣海峽 巴士海峽 以及太平洋 而這三個海 是由台灣最南端的兩隻甲角所劃分 貓皮頭半島 它是劃分台灣海峽 以及巴士海峽的分界點 而蘭迪半島 它是劃分巴士海峽 以及太平洋的分界點 所以現在在我後方的這邊海運 就是巴士海峽 貓皮頭半島 右手邊的海運 就是台灣海峽 而蘭迪半島 後面那片海運 就是太平洋了 希望經由我的解說 能夠使各位了解 貓皮頭公園地質地形的奧妙 我們更歡迎各位 來趟我們貓皮頭公園 進行資訊與感性之旅 謝謝